有可能是中国政府里的官员们讨论问题 说这可能都说出来了 就咱们慢慢拖 你看他们这次跟美国打贸易战 都不是正经的打贸易战 他直接就说 我就对准你川普共和党的选区 我让你的选区吃亏 这样你要丢选票 所以他们一开始 就不是把这作为一个经济问题 也不是享受规矩 他们就是要打成一个政治仗 而且他们的目的就是说 看重美国政治的弱点 就是他不断地要换总统 换政府不断地换 包括议员 今年年底就有一次中期选举 很多议员可能就要换 那么他们看中了这个来打 就是有点耍赖的 咱们做生意挺好的 你这多少钱 我付你多少钱 我给你讨价还价 这不是很正常 不行我威胁你 你们家我可知道在哪 你们家几个孩子什么我都知道 这个就是很 就整个就是流氓嘴脸